今天是9月25号周日 明天就要开盘了 那么很多担心下周A股还会跌 下周A股的看点在哪里 这部周末传来一条行业的一个利好消息 什么利好呢 那就是中国的供热产品 电热产品走鞘欧洲 比如说电热毯等等这些相关的一些产品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其实从今年的环境来看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原因 对吧 俄乌战争的影响 天然气暴涨 石油缺货也上涨 对吧 那么这个冬天欧洲是不太好过的 那么中国电子产品 尤其是这些电热毯相关的一些供热产品 就成为了一个脚走鞘的货 那么会不会成为接下来市场的一个焦点呢 我觉得短期可能会获得资金的关注 刚才有朋友问我 哪些票业务影响会比较大 我觉得下面这几只票 大家要重点留意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彩虹股份 彩虹股份的话 在上周五出现一个冲高回落的走势 但是大家如果看 你就会发现这个票前面是出现了欧联版 你要出现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什么放量英镑 其实可以这么理解吧 它前期属于震荡注底 然后这个底部在不断抬高 大家看从技术方面来看 它是属于什么 明显的多头状态 而且这个军架线属于一个分散状态 这个技术面非常之好 非常之棒 这个所有军架都是什么 呈现在一个什么上上的一个发散 然后60天线这个位置强支撑 非常之明显 所以记住 在这个位置 大家千万要注意 有低点可以去撥 这里的话 大家看 这个常上影的巨量英镑 可以理解为两个解读 第一个就是它确实是出货 第二个 倒把洋柳洗盘 所以在下周很关键 这里如果说出现了一个什么 反包版 那么毫无疑问 它将继续进攻 将带领整个板块 或者这个方向继续进攻 这个票一定要重视 有机会成为接下来 这个弱势航行中的一个什么 一匹黑马 为什么这么说 它有优势 优势让你 大家看 总市值24亿 流通值11亿 这是它的优势 涨一倍 才50亿 涨两倍 对不对 也不多 还有 它的价格也不是很贵 20多块钱 相比起来 它的位置调整的非常之充分 对不对 大家看 是不是 技术方面也是非常之强 这里的话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重视 它有机会成为资金进攻的主要方向 冰轮环境 这个票也要留意 它是一只 是 是一只股性比较活跃的票 大家看 它整体的走势 它整体的走势 是属于一个什么 震荡上行 60亿均下线 是往上走的 是一个多头状态 在这个位置出现连续的一个什么震荡 但是它明显的没有跌穿60亿线 所以这个位置大家也注意 随时都有可能迎来一波反弹 记住 60亿均下线 这个位置你可以去博 这里可以去博 对了 大肉反弹 错了 那么你做一个止损 这个位置做止损 亏损也不会很大 所以这是大家值得去跟踪的一只票 唯一的不好点 就是这个票的流通值84亿 相对来说有点偏大 在整个板块里面说 但是它价格有就是才多少11块多 还有这个票 它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 就是说 它的整体的股性偏活跃 容易什么 容易冲高 大家看 是不是 所以这种票 大家去操作的时候 去追高就要谨慎了 很容易什么 很容易高位站岗指示和低吸 海信家电 这个也是在国外占有出口比较大的一个部分 大家看 它的技术面确实不好 已经跌穿了60天经济下线 属于一个什么空头下行的状态 对不对 技术面确实很差 但是反过来看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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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它前期的低点 那么在这个位置也有机会迎来超跌反弹 对不对 那么 接下来 我觉得大家在这个位置也是可以考虑去搏一把 在这个位置记住 反弹的话 它是出现快速的反弹 如果没有出现快速反弹的话 那么在这个位置 是吧 你也可以做止损 亏损也不大 综合来看 这是它的一个底部区间 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 没啥担心的 没啥担心的 对不对 就算你在这个位置跌穿了 跌破了 我觉得后期反弹的话 它也有机会冲上去给你解套 所以说这个时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一定要重视 这个票后期也是存在机会 但整体来看 技术面是比较差 巨星科技 这个票 它是跌穿了六层线 但是这个票的 大家看它的位置 是不是也是相对的一个低点 还有 前面这个票走出了一波强劲的走势 对吧 这一波反弹可以说很充分 但是好就好在 这个票在调整的过程中 它是缩量的 所以它虽然说跌穿了六层线 但是也并不说这个位置没有机会 大家记住 如果说是在下周 这里出现一个放量的中长阳 拉起来的话 大家看一下 会不会迎来一波新的反弹 我倒是觉得有这个可能性 首先 这里放了量了 还有大家看 从技术方面来说 这个位置感觉就是一个什么老丫头 对吧 如果这里出现一个放量的中长阳 它就是一个什么反弹的走势 所以说它后期也是存在什么机会 但是 大家记住 这个票目前是水破位下行 它再往下跌的话 这个是支撑 这个是支撑 对不对 下面也是存在强支撑 大家是值得去留意的 值得去跟踪的 唯一的 那个不足点就是这里的 流通值 019 总市值228 盘子稍微有点大 所以拉起来 是有一点点难度 所以大家追高的时候 还是要拼谨慎 我觉得这个票客气可能会走出一个什么 有机会走震荡上行 但是它成为板块核心的话 还是还是有难度 南山至上 这个票其实从整个的走势来看 它是属于一个空头下行的状态的现在 对吧 它前面是属于多头 但是开始转向了 对吧 开始转向了 然后跌穿了这个强支撑 大家看 它一直以来强支撑就是哪里 60天线 但是它跌穿了以后 然后破位下行 我们从技术方面来看 它已经快逼近了前期的底部区间 也就是8块08这附近 所以它如果到了这个位置 大家都是可以考虑去驳一把 驳对了 大肉 大长腿 驳错了 做止损亏损也不大 但我觉得到这个时候 大家就没必要纠结了 到前面这个低点 8块08的时候就别纠结了 随时都有可能迎来一波超跌反弹 当然 如果你实在受不了 对吧 你想在这个位置 一旦做错了 你做个止损亏损也不大 也就那么一两个点 两三个点肯定不会很大 所以大家也没必要纠结 没必要担心 综合来看 南山至上这个票 大家也一定要重视 后期的话 它有机会迎来一波什么超跌反弹 为什么 因为它有优势 它的优势就在这里 对不对 流通值 总市值才多少 9.18亿 是吧 这个 非常的小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 当然除了上面这几只票 还有就是相关的一些板块 比如说 纺织这个方向 对吧 大家也是需要服装纺织这个方向 也是需要留意 这些票里面 是不是也会有一些 获得相应的订单 或者说获得资金的一个观众 当然这里需要什么 需要资金的一个认同度 那么综合来看 我觉得刚才那几只票里面 技术面表现最为强势的 就是彩虹集团 所以对于彩虹集团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重视 这个票 在上周五 虽然说出现一个冲高回度的走势 但是从周末的情况来看 又爆出了利好 那就是公司 在24小时不停的加班加点 其实说他们的订单已经爆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给了什么 给了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刺激 业绩刺激 可能他业绩会迎来一轮什么 一轮大爆发 我觉得这个票大家要留意 他的一个空间 大家看 这里他是属于一个什么 属于一个刺激股 对吧 刺激股 上市时间不久的 然后这里放了巨量 这是什么 我认为有一个洗盘的动作 一旦出现反暴走前的话 下一个目标就是 3452这个高点 一旦他去冲击3452 大家想一下 现在2822对吧 他空间是不是很大 一旦他打造出强势的赚钱效应 会不会吸引更多的资金 往这里面来扎堆 或者说往这里面来靠 完全是有可能的 毫无疑问 他有机会带起整个板块 成为什么市场的一个焦点 甚至成为歇下来的一条 主线也是有可能的 好 这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 没关系 我们 خ转化 这是这边的白色 这个白色